第十六章 杀贤人 九徒离开了 大师兄却没有走 他走到年前 把柳依青的身体放平 然后转身望向夜色里的黄城废墟 听着那处传来的风浮河水的声音沉默不语 似乎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 神情略显伤感和无奈 龙庆知道他在等什么 所以愈发不解他为何没有跟着他离开 看着他身上的棉袄 棉袄上的那些灰尘 神情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留在场间的三人里 横幕 最年轻也最骄傲 今夜所受的挫折冲击也最大 神情难免有些落寞 眼眸深处的怒火很是暴力 直到此时他才知晓 书院的局从始至终针对的都是九徒 自己从来不在对方的眼中 他缓缓握紧双拳 看着大师兄想到 就算你已经进入传说中的无惧 难道以为能够轻松的战胜我吗 你可知道我现在又是什么境界 龙庆感知到了横幕的情绪变化 情绪愈发凝重 警惕地看着大师兄缓缓移动脚步 走到横幕的身旁随时准备出手 春天后的这段时间里 西陵神殿与书院之间 一直保持着诡异的平静 在今夜之前 双方都清楚 彼此都很安全 没有人先出手 便不会打破平衡 两名无惧境大修行者之间的平衡 今夜 这种平衡终于被打破 回头望向皇城废墟前 曾经发生的那些战斗 依然说不清楚究竟谁先出的手 虽然是西陵神殿的局 但真正感受到危险的无惧者 却是九徒 书院险些重伤 甚至直接杀死他 龙庆的警惕 便在于此 平衡已破 大师兄没有随九徒离开 便极有可能向自己和横幕出手 他和横幕能不能活下来呢 先前 九徒还隐藏在夜色里时 他曾经问过大师兄 换两个人的性命是否划算 这说明他认为自己和横幕 有能力做出某些事情 横幕的信心来源于信仰 他的信心来源于哪里呢 你和传闻中很不一样 清淡的星光落在龙庆的身上 像溪水漫进干涸的沙地 瞬间便被吞噬 看着这幕画面 大师兄有些不解地说道 如果贝利对浩天的信仰 便能获得黑暗的能力 这能力又是谁赐予你的呢 我想灌主也无法解释吧 龙庆很清楚 以前的自己 哪怕在修行界再风光 也没有资格被书院大先生记住 所谓传闻 大概便是宁缺在闲谈里提过 他知道 对方已经看穿了自己的境界 但正如对方所说 连灌主都无法解释 自己无法理解 那么便没有人能明白 哼 说这些废话做什么 横目说道 大师兄望向轻衣少年说 西陵神殿尚华美 但真正的道门 却是以轻衣为尊 灌主这些年 一直轻衣飘飘 叶红鱼与崖畔石屋物见识 穿着轻衣 小师弟当年杀上桃山时 也穿着轻衣 以你现在的境界 穿这件轻衣 不免有些可笑 横目很愤怒 笑得愈发天真 说道 哈哈哈哈 不与灌主比较 但说裁决那女人 和宁缺那蠢才 比我更有资格穿着轻衣 大先生的眼光才真正可笑才是 越过那道门槛 便是你自信的来源吗 横目文言俱精 他没有想到 对方竟能看穿自己一直隐藏着的真实境界 淡然说道 哼 既然你看出来了 我凭什么不自信 作为有史以来 迈过那道门槛 最年轻的修行者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 都应该骄傲 自信 然而 可惜的是 那道门槛 不是你自己走过去的 而是被浩天抱着过去的 所以现在的你 还是个婴儿 龙庆忽然说道 我不理解 大先生您 为何现在要说这些 因为我不明白 他为何 敢离开 忽然 大师兄露出明雾的表情 感慨说道 啊 光明与黑暗 本就是浩天的两面 我何其愚笨 竟到此时 才想明白这一点 大先生 智慧过人 若横目 有你现在的心境 或许 会比较麻烦吧 既然如此 您现在 就不应该等待 而应该 出手 大师兄 神情威妄说道 可 我能否承受 出手的代价呢 您知道他去做什么了 是 您既然犹豫 是否出手 那么至少 应该跟着 跟着 也无法阻止 只能做个旁观的过客 那将是更大的痛苦 在这里等待 不停地猜测 远处正在发生什么 难道不是最大的痛苦 大师兄 大师兄 沉默片刻后说道 眼不见为净 看不到 总会好过些 小师叔当年说 君子 当远刨处而居 大概 便是这个道理吧 哼 虚伪 横目 毫不客气地指责道 书院 就是一群伪君子 或许 我确实虚伪 但我不能代表书院 若今夜在此的是君墨 或三师妹 想来不会像我说这样多的话 横目不再说话 因为他发现 面对这样一个自称虚伪的君子 你很难真的把对方当成伪君子 你很难对其生出恶意 皇城废墟前一片安静 夜风轻浮河水 荡起柳枝 来到场间 在柳已清满是血污的脸上飘过 飘过他紧闭的双眼 然后消失 就像时间的流逝那般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正如龙庆所说 等待是最煎熬的一件事情 好在众人没有等太长的时间 九徒便回来了 九狐在他的腰间轻轻摆荡 长山下摆上 隐隐可以看到几滴血汁 大师兄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他知道 九徒是故意让这些血染了衣衫 再让自己看见 却依然难以抑制地开始自责 并且痛哭起来 九徒解下九狐说道 片刻晨光 酒意未消 他饮了口酒 眯起了眼睛 大师兄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问道 谁死了 九徒离开 是去杀人 这世间很少有他杀不死的人 死的也是耗酒之人 九徒回忆着先前杀人时的画面 感慨说道 先前 我去了除州 大唐除州 不错 还除 接山也 东山有亭 那亭子 那亭子 是一个太守修的 大师兄的声音微颤 除州太守 清廉 爱民 清廉如水 爱民 如子 真 真闲人 真闲人也 真闲人 好酒 果然 真闲人 可你 杀了他 除州太守 若不是闲人 我还不会杀他 为何 因为 死的越是闲人 你 便越痛苦